自信 佛信 法信 真信 意思是佛相同 是相同 他底下说 原生无信 原起信空 当中的信 是自信吗 是自信 如何理解自信 无信信空 这些名词 佛说了很多 为什么说那么多呢 意思就是叫你不要止住 说一个 你会老是止住 多说几个 怎么说都行 都是一回事情 你只要懂得他的意思 不要执着名字下 正是 马明菩萨在七星论上教过 学习的人 要掌握着三个原则 听经 或者是研究经教 听经 不捉 言说想 那么经本文字就是 言语的符号 既然叫我们不做 言说想 就不要执着文字下 你执着文字下就凑了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呢 不要执着明字下 就是名词说语 自信 无信信空的说语 你不要执着这个下 你才真正能懂得他的意思 第三个 不能做星云下 星云是什么 我看那个名字 想到 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的那个意思 不是佛说的意思 是你自己的意思 你自己在那里 其分别之处 那再告诉你 佛有没有意思 严格的讲 佛没有意思 佛要有意思 佛是凡夫 凡夫才有意思 佛菩萨 那有意思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那是佛的意思 决定没有 妄想分别之处 我们之所以学 学为什么不能够 其入境界 就是我们都离不开 分别之处 那其心动念 更不必说了 所以我们永远不解 如来所说一样 我们今天体会到 佛经的意思 全是自己的意思 听了佛经 看到佛经 自己的意思在反映 不是自信 要是自信呢 他就跟自信起如了 那就明信皆信 怎样才能明信皆信 现在我们总是 知道一点 眉目了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 无论是事法是复法 都能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你听见 一听就开悟了 一接触就开悟 就像慧能大事一样 他为什么一听 一接触 大扯大悟 明信皆信 他没有其心动念 我们难处在什么 总要把这些名词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释的 你要问 佛菩萨也跟你讲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你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佛没有意思 就什么时候 真的懂得 佛没有意思 佛没有意思 能生 无量 意思 我们 肯定他一个意思 那好了 就死定的一个意思 不可能有第二个意思 没有人家那种 圆容自在 自自俱俱 无量意 为什么又是 他是无量意 很难得 贤手大使 给我们解释出来了 他本来就是 措声无尽 他将三种周边 蒲州法界 措声无尽 寒荣空游 无论是 色法或者是心法 现在讲的是 物质现象 或者精神现象 都有这三种周边 不论大小 大讲到宇宙 小讲到微臣 在我们身体上 大讲到全身 小讲到毛孔 吾不是 蒲州法界 出声无尽 寒荣空游 这三种周边 那么佛说 说这么多名词 古代的也有解释 在某种 场合当中 佛觉得 用哪一种名词方便 这也能说得通 总而言之 佛菩萨教化众生 是希望你能够 很快的 起入 一结束 你就通达明了 总是适合你自己的根性 这个就叫 印记说法 你有感 不有印 说法也是印 没有 我 我 冤架 我 在某种 是的 我